好 那我们看看N4文法的题目哦 今日の宿題はとても難しかったので 終わるのに2時間かかりました 中间的住词是什么呢 那大概句子的意思是看得懂吗 就是今天的作业很难 所以把它用好写好 花了花费2个小时 有一个关键是这样子的 有一些数量词接动词的时候 造理来讲是不需要接任何住词 例如说我要走路走10分钟 你直接说10分歩きます 你不可以说10分が歩きます 10分を歩きます 不会 数量的后面可以直接接动词 那有什么情况特地加个住词呢 就是这个 も 加も的时候啊 就是有一个强调的作用 可以强调说 我花费2个小时 这么长的时间的意思 所以呢 就是作业写了2个小时 对你来讲是怎么样 很辛苦嘛 很多很长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用 も 来描述 强调 OK 好 所以呢 も的用法 大概了解吗 好 下一题 要看清 上下文的关系 因为你看这个悬项的时候会发现 它都是接续词 接续词有三个性质 迅接 逆接 转换 逆接的意思是因为所以 那逆接的意思是虽然可是 转换是 转换是 或是 反正 等等的 转换 话题的感觉 那 我们看看上下文 刚才 吃完饭 再来 马上 又 肚子饿了 所以呢 什么性质 逆接是不是 逆接的话呢 那有哪些呢 就是唯一这个 雖然刚才才吃饭 可是 马上 肚子饿了 就这样子 那 node 是什么呢 因为所以 から 也是一样 因为所以 no 就是 什么什么 的是 的意思 所以呢 都不一样 OK 了解了吗 瞬接逆接 至少这两个 要搞清楚哦 再来 週末は何をする予定ですか 最近ちょっと疲れているので そもそも ゆっくり休むつもりです 最近ちょっと疲れている 最近有一点累 所以 瞬接哦 瞬接哦 因为所以哦 で ゆっくり休むつもりです 就 好好放松 休息 的意思 那么 好好放松 的时候呢 你会做什么呢 你不会做什么呢 看看 选项 后面有一个 共同的地方 しない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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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しない就是 不做 那 前面的 何 什么 你可以想想 什么跟不做 有什么关系 大概自然想到的句子就是 什么都不做 对吗 那什么都不做 都的部分是用什么 住词呢 都 何 か お と も 答案是 何 も しないで も 也可以代表 都 什么 什么 的意思 那 这样子 来解读 一个一个来 好 下一个 重组题 女生は その shimoshima です 嗯 我先 这样一个 女生は 他说 女生是怎么样 但是 不一定 所有女生 都是这样子 这个是 写这个 句子的人的 看法 不要 过度反应 不要想太多 没有关系 好 那 重点 女生は 然后呢 四个选项 喜欢 吃 甘いもの 甜的东西 のが 好 大概是 看到这些选项 那 大概想想 整个句子的意思 是什么 你可以先 在头脑里面 煮一煮 女生是怎么样呢 通常会怎么样 通常会 喜欢吃甜点 对不对 那 我们先试着 往这个方向 去思考 好 甘いものを 有一个 句词 最后面 接的是 动词 甘いものを 食べる 嗯 这是很顺 顺的 接法 吃甜的 东西 可以哦 然后呢 重点是 这个 喜欢 喜欢 喜不喜欢 的句子 基本的 接法 就是 名词が 好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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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前面的名词是什么 这边其实是 动词啊 甘いものを 食べる 吃甜点 那如果是 前面接的是 动词的话 你可以怎么办 就是这个 加个 能 来 把它 当作 名词 加能 就变成 名词 化 所以呢 整句的意思就是 甘いものを 食べる の が 好き です 就变成 女生 喜欢吃 甜点 可以吗 所以 你只要 知道 这个 文法的 结构 慈性的 结构 就容易 解答 下一题 私は今も 什么什么 しています OK 私は 我 到现在 也 怎么样 怎么样 选项是 大切 是那形容词 后面加个 你的话呢 就是可以 接 动词 再来 就是 就是 把 这个手表 的意思 那再来 くれた 给我的 然后 爸爸 要注意的是 父亲が が 就是 动作主 的概念 意思是 爸爸 做什么 的意思 好 那 大概可以猜一下 整句的意思 是怎么样 我到现在 也是 很珍惜 爸爸 给我的 手表 时钟 大概这样子 可能比较合理一点 好 那往这个方向 去思考一下 好 爸爸 的后面 一定要接 动词 爸爸做什么呢 爸爸 给我 所以要接 くれた 就这样子 那 给我的 什么呢 给我的 时钟 所以呢 后面 加个 時钟 就这样子 然后呢 有一个文法 出来了 就是 に に しています に しています 就是 把他 维持的 怎么样 把他 保持的 怎么样 的意思 所以呢 大切に しています 就变成 你的正确率哦 好 那以上就是 N4 文法的题目 字幕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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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